哎 哎呦姑奶奶 你走的算是来了 哦 评温有提升嘛 童欢姐妹头 怪不得来这么晚 哦对对对 赶紧的 人家都等着急了 你不是约约 你是袁思雅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有变 裴修哲很可能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了爷爷 约约呢 他人在哪儿 我已经让他回川田氏了 现在很多事情我没法跟你解释清楚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所有的事都不要告诉约约 还有 告诉你哥 让他不要白费力气找了 袁月月小姐是吧 骗婚也就算了 连怀孕你们也敢骗我 爷爷 明天我跟你解释 你先解释这个吧 很好 你们俩都不说话是吧 这怀孕的事我无法追究 但是这合同诈骗之事 我想你袁月月小姐 心里应该清楚 袁月月小姐 你有权保持沉默 若你这是我们的家事 上升不到法律所面 爷爷 月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中间有很多误会 你这就没关系 你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袁月小姐啊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你们袁家和我们温家队部公堂走法律程序 我一定会告得你们袁家倾家荡产为之 按照合同规定 我会让袁家石 袁思雅 做我一辈子的狼 袁月小姐她 你现在马上 从金晨的身边永远消失 第一番 由我来决定 爷爷 你这分明是在逼她选择消失啊 她要是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 要我选她一定会选第二个 爷爷 我欠她的 腾害了 张医生 你跟了我十多年 你就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 违背了一个做医生的医德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怀孕了你为什么收钱呢 我 劲azon 袁月月是不是没怀孕 对不起爷爷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骗了你 冤王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张医生 对不起 这个事情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没想到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我行医几十年 可从未出过错的 好了 张医生 我呢 重新找了个私人医生 你和我的管家交接一下就可以了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张医生 请您这边走 靳晨 自从你跟袁月爷在一起 我发现你整个人都变了 爷爷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你绝对不能为儿女私情所困 爷爷 您一定要这么逼我们吗 我是逼你吗 我是在纠正你的错误止损而已 你说你从小到大都挺听话的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只想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我 我 你去哪儿 前面